你記得 該睡覺的時候你都不睡 半夜2點 3點 4點 5點 早上6點 7點 8點 你一直都在FB上面 這個你不要為我擔心 因為半夜都沒有睡 白天因為我是來錄影嗎 睡眠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有的人很潛眠 我跟你講像我老婆就是這樣 你知道嗎 他每天自己這個手機射鬧鐘 對不對 他鬧鐘響響了嘛 對不對 我都聽到了喔 他還不把他按掉喔 然後我真的受不了 我就 不好意思… 我就故意這樣頂他一下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把他按掉嘛 你再頂我一下 對 都故意 不要啦 太早 不是 你這個演的是那個第三胎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說 頂一下 然後他就去把它按掉嘛 我想說那沒事了 可以 終於可以再睡 過10分鐘又涼了 你知道嗎 他就是射那種 10分鐘會再涼10分鐘 我跟你講搞了不用睡了 真的不用睡了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你要你就把它按掉 你就起來嘛 然後一直弄 不是啊 第一個10分鐘 第二個10分鐘 像夢多就直接把它往下壓 他就醒了啊 他要這種的 不是 這方面的啦 這方面 我也有 你試試看 我想說有的人就是很氣人 你知道嗎 聽說隨便跨過燈一關 他就第三胎你知道嗎 太誇張了 怎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兩個都比較淺眠 一碰到就醒了 對不對 就睡不著 睡不著來幹嘛坐一碰 他這個不只淺眠他還1點而已 對啊 所以我們要來歡迎 我們睡覺時間超配合 知識完美100分 歡迎我們的女人團 你看他這樣搞給我們多大的壓力 米可白坐在旁邊 都不知道該不該坐在那邊 對啊 我剛剛問過他 他暫時沒有 現在比較緊張的是你 因為我已經生完了 我們趕快來歡迎 愛吃又愛睡 一天到晚他還做白日夢 我們的聯合國勢來 歡迎 我們來 睡眠占著人生三分之一的時間 有好的睡眠品質 才會有好的生活品質 偏偏有的人睡眠習慣差 像夢多的女友喜歡跟他搶被子 肚力的女友則是自己打呼 還怪到別人頭上 到底型男們 怎麼才能睡個好覺呢 請看今天的1 2分之1牆 我是一個很愛睡覺的人 但我老公他不是 他就固定半夜12點的時候 要睡覺之前 他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一直要打拳你知道嗎 什麼樣的拳 也不打你 他一直發生什麼的事 對 而且他打的還是野球拳 不是 是不是他很忙 對 很忙 很忙對不對 很忙 所以就是他睡覺之前 就是只有那個時刻 可以就是人拳 打拳 然後他給你看表現 你看老公帥吧 那個感覺 所以應該你要稱讚他 對啊 他其實是那個像毛利人一樣 他那個是一種戰鬥舞 是一種球偶舞 可是他一回頭看到米可白 米可白這樣 沒有 因為我老公 他有可能小時候 他有練過拳 然後他長大之後覺得 很像習武之人 12點的時候必須要打個拳這樣 習武之人不是早上5點起來練嗎 但因為他早上9點 就要去上班的時候 所以5點起來剛好 不好意思 我在講故事 你們兩個可不可以正經一點 對啊 他是一個很健康的拳 因為他就是 所以你在說自己當比較健康 沒有 他有時候會自己 自己就是打個拳 哪一種拳自己打 好 他會這樣 你要示範喔 哪一個拳是這樣啊 是這樣啊 哪一個拳是這樣啊 其實他走的是身段 然後你一直誤認為這是拳 沒有 他就這樣 然後他會跟我講說 就是像妳說遇到壞人的時候 他會告訴我要特別小心 然後他教我一些防針術 遇到壞人 你要這樣 請 歡迎光臨 為什麼 為什麼妳侮辱中國武術耶 為什麼 所以他打得比我漂亮 畢竟我不是學武之人啊 但他有跟我講說 就是他會跟我講說 大概打拳應該怎麼打 才會有力道 然後也告訴我說 當你遇到壞人的時候 你要用這邊撞壞人的下巴 然後戳他的脖子 然後就是攻擊他的下面這樣 來…你出來示範一下夢多來 因為你 你試試看他怎麼教你的 你要怎麼戳他 來… 你多希望壞人侵犯你 就不管了 有壞人的時候他如果放 放手的時候 放壞人啊 對不起… 你不用嘿嘿嘿 你本色演出就OK了 黑 不用加料 OK 好 就有可能我總是在嚇到他腿 然後我就 然後因為有時候 女生力氣太好 然後踢他下腿 對 對 那你戳戳他脖子的那塊呢 戳他脖子的話有可能 因為他這邊太軟吧 你就這樣大力的 他就會咳嗽 然後就有點窒息這樣子 好扯 所以女性跟就朋友都學到了嗎 夢多這樣真的有效果嗎 其實當然就是打到這邊 或是就是男生這邊 當然有效果啦 對啊 就是稍微 打你的那裡會有效果嗎 我的是 我的怕太硬 OK 太硬 喂 不要亂講話 乾冰的位置改了以後 不要亂講話好了 這樣噴下去會太硬喔 男朋友老師 可以說你的另外一半 在睡前的準備 讓你覺得很難以 他也是習武之人 習武 跳舞對不對 另外一種舞 沒有 我覺得其實每個女生 在睡覺其實都不好睡 因為我覺得她們 女生我覺得缺乏安全感 她有一種 我覺得都會有一種戀物癖 例如說像我老婆來講 她很喜歡 她 就是戳標籤 哪來的標籤 衣服後面有個標籤有沒有 好像捏泡泡紙 對… 她就喜歡把她捏著 然後你在睡覺的時候 因為她會找你的 例如說你的衣裏 她就這樣 手就伸在那邊這樣戳這個標籤 可是你想想看 你在睡覺的時候 枕頭 然後有一隻手在一直這樣 給你動 然後有時候你轉過身來 例如說她睡在那裡 然後你翻過身給她 這樣子比較好戳 她會說你幹嘛背對我 這樣躺 所以變成她從頭到尾 在這樣子的那時候 你就覺得很不舒服 而且她睡著的時候 最重要是什麼 她要把手 她會這樣一直戳 這樣戳 然後把手戳到你的背後這樣子 然後你就變成 從頭到尾一個晚上就這樣子 挺著腰 挺著腰睡 感覺像稻草的不架起來一樣 對 就這樣感覺上有一點 好像有點被... 就是無所不用其極 想要鑽進你的身體 她是不是屬舌 但是我覺得她也很愛你耶 因為等於你全身的重量 都在她手上 我跟你講 這一點就算了 我跟她這樣戳完之後對不對 隔天早上一起來 發脾氣 怪我咧 我今天想說 我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是什麼 把她按摩手 因為她生氣 她覺得說為什麼你不會放棄 你要可以... 你可以隔一個東西 然後手稍微讓我壓到 然後稍微騰空一點 我說我睡覺就睡覺 我還找東西讓我的身體 習武之人 習武之人 對啊 這到底要幹嘛 這是什麼含義嗎 什麼 跟妳夢到蛇是一樣的意思嗎 我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我老公跟藍波老師的太太 是一樣的狀況 但是她的比較不一樣 她的比較粗跟長 她用的是腳 她用手 她用的是腳 還第三胎尺度真的很大 真的 嚇我一跳 她是睡覺的時候 她只要一睡覺 她就會兩隻腳來回的在我的腰間 跟屁股下面穿梭 所以妳的意思是 她睡覺就夾住妳嗎 她最開心的時候 是我懷孕七個月的時候 因為肚子有重量了 她那時候蹭我的時候 我後面太多骨頭 七個月她還來啊 她還來 然後她那時候 我肚子有重量 而且身體也比較多體重 所以肉也比較多一點 然後她就說的時候 她就覺得有重量 然後很舒服 妳有沒有問過她 小時候有受過什麼樣的待遇 沒有 但是呢 從我一嫁進去的時候 我小姑就跟我說 然後我就說 小姑妳是受害的 不是啦 我覺得她可以吃小姑 她的姊姊… 她的姊姊就是我叫小姑嘛 她就說她有沒有蹭妳 我說姐姐妳怎麼知道 她就說 她這個習慣 從她幼稚園就有了 但是呢 她開始變得比較大隻的時候 她蹭我婆婆 我婆婆就恰她腳 所以她已經壓抑這個行為 壓抑了大概二十幾年 所以她就全部放在我身上 所以她沒有在管年齡的 她沒有在管 從婆婆小姑到妳這樣子 都可以 就只要是個人 她都可以蹭 我生完到月中心 大概進月中心才五天吧 她就說 老婆 然後我就說 好妳蹭沒有關係 她一伸過來 放進去她就這樣子 妳知道我想說 再怎麼樣講 平老公也是偶像團體出來的 妳可以小聲一點嗎 妳不要這樣子 不然別人會覺得 我們才進來五天而已 我們現在聽懂了 這整段就是告訴我們 白吉聖的性感帶在腳 我不知道 她就是一定會藍為側 敏感帶 很奇怪 你們回去可以跟枕邊人試試看 真的很不舒服 因為腳踝沒有肉 她就說她的性感帶在她的腳 她就是一直 可能腳的過程中 她就跑 她可能在跑的過程中 感覺來了 感覺來了 她有終點了 妳要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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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是雞妹啊 難怪我 最近跟她打棒球 她都一直在練跑 她一直跑… 一直跑 然後跑得好開心喔 現在大家都知道 以後就不要點播她 那我們聽一下 還沒有結婚的宇柔 我男朋友是 就比方說我們已經準備要睡覺 她其實已經長得滿像 我在床上等她 然後她就會 她是真的很誇張 她不是說只是模仿 她不是 她是可以從地板原地 然後起跳 跳到床上 然後就變一隻星星在你旁邊 一直垂那個床 然後就是展現那種星星的胸味 跑克 對 然後她就會一直在你 就是你躺著對不對 她就在你身邊跳來跳去 而且是真的可以騰空這樣跳 然後在你頭上這樣 跑來跑去 跑來跑去 就是差點會打到你 然後放鬆完之後她才要睡覺 就很奇怪 這是我真的沒有碰過 我覺得真的很不符合 現在是在比誰的規訪樂趣 比較勇猛 不是 真的 好豐富 米可白沒講到不是就遜掉 沒有 我老公就很簡單 他就說早點睡這樣 我好害羞 那有沒有過問差太大 你們就不好睡 有 因為像我男朋友他 因為我不知道是我男朋友 還是男生都是這樣 就是他們會覺得比方說 今天天氣稍微涼一點點 那我們就不要開冷氣 那我可以接受 我覺得那既然是夏天 不然我們吹電風扇好了 他說其實也不用開到電風扇 就是我們開窗就好 像我男朋友他是一定要晚上 一整個晚上要抱在一起 睡的那種人 所以如果天氣這麼熱 兩個人又黏在一起 那是全身都是汗 就很不舒服 然後他一個人抱在那邊 睡著這樣呼呼大睡 然後我就是沒有一個晚上 就沒有辦法睡 那有感覺的 OK啊 那有感覺 很噁心 我們日本人最愛黏黏的東西 對 那請問你怎麼 跟你女朋友黏黏的睡覺 沒有 我覺得黏黏的 我就很舒服 就是 對 就很喜歡 但是就是我最討厭的是 那個冬天的時候 很冷的時候 有些女生 就之前我女朋友 她會搶我的棉面 超級討厭 然後也不好意思 我們是男生嘛 然後就不想難得感冒 但是就是太冷的時候 有時候搶回來 問題是為什麼呢 因為台灣很少有暖氣 在日本就算 對不對 所以就是通天我們在台灣 一定要蓋棉被對不對 但是就是我被她搶嘛對不對 那有時候就是 寶貝不好意思 就是給我一點點 很客氣 一定很客氣喔 OK 給我一下一下 結果都說生氣耶 幹嘛 一定其實好冷喔 你冷我呢 我也冷嗎 她自己滾得像一個殘寶寶一樣 就是把被子全部都捲走了 對 壽司捲 壽司捲 你有朋友這樣嗎 然後妳說怎麼樣 所以這… 所以最後還是我自己的房間 還穿那個羽絨外套 睡覺 就是很多外套就睡覺 很可憐 然後起來還告訴我 寶貝怎麼了 對 很過分耶 對啊 通常都這樣 半夜有出門嗎 怎麼還穿羽絨衣 對… 我有發現過很多女生 很喜歡搶那個棉被 問題是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她喜歡睡覺的時候 她一定要蓋棉被 但是她不能讓那個棉被 蓋過她的腳 為什麼 可是應該要有安全感 是她的腳要包起來才對 對啊 我也這麼覺得 但是她一定要把她的腳 摟出來 就變成晚上的時候 因為我比她還高對不對 對 我們的高度差太多了吧 那她一定會開始踢那個 開始踢這樣子 這樣子她的腳 她可以開始流出來 就問題是 她開始踢那個棉被的時候 我的棉被慢慢的過去 變成我的腳也沒有蓋過 但是很冷的時候 我一定要好好包 包在那個棉被裡面 不然太冷了 你知道 那她都一直這樣踢… 就變成我沒有棉被可以睡 所以我睡醒了 發現我很冷很冷 睡醒了 醒來 然後把她搶過來 一點點給自己 我已經躺在床的最旁邊 因為她睡覺也是這樣子 很誇張 然後我想說沒關係 稍微蓋一下 再過了幾分鐘後 她又開始踢了 又開始 誰躲在你的桌下 這個很危險耶 女朋友躲在桌下 沒有 嚇到自己 但是這樣子就變成 我完全沒有棉被可以睡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妳不覺得這樣很奇怪嗎 我們問一下 喜歡把自己捲成成寶寶的米可白 對 我覺得 可是我後來想到一個好方法 因為我自己也是很愛捲成成寶寶 所以我就請我 我就跟我老公 就是等於多蓋一條棉被這樣子 但是我規定我老公說 雖然你現在有一條棉被 但是我身上蓋的這一條 你也要跟我一起蓋 因為我覺得我們夫妻要同心 所以我老公就蓋了兩條棉被 對 因為我覺得夫妻 今天不能你一人蓋一條 這樣不好啊 聽起來很不OK耶 不會 我覺得很好啊 對啊 是嗎 我也是最後妥協 就是一人蓋一條 對 人真的難免到半夜的時候會 搭被子 對 就是我也有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後面也是 一定要是蓋兩家棉被 因為就是補的補就是 因為我已經是跟他們一樣的問題 女朋友就是很愛搶棉被 然後我是那種睡覺的人 我可以躺平這樣子 然後我水醒的時候 就是一樣的樣子 我不會滾來滾去的 可是那時候又交一個女朋友 她不是就是會有一點點搶棉被 她是真的會 好像一個毛毛蟲一樣 就是會滾來滾去 然後就把棉被真的這樣子 要是你醒來的時候 你要慢慢的把它搶回來的時候 就是沒有辦法 她一定把它捲成 像真的要是你一樣的那種感覺 那一次在董姐的時候 我真的是那一種 不知道我在夢裡面 或者在醒了 因為就是很冷 我感覺到我在發抖那種感覺 然後我醒來的時候 就是都是十度 我看到冷氣的那個什麼溫度 就很冷嘛 然後我水醒 就是一直在發抖 然後因為剛剛在水醒 不知道自己的力量 我就抓棉被 然後就用力拉過去 然後你朋友就飄到地上去 然後 然後春兒就想著她說 然後你朋友就嚇醒 然後我就說怎麼辦 我跟她說 我這樣子把它弄到地上 她會生氣 我就說 Baby你是不是做夢 你這麼會跑到地上去 對啊 所以後面就是 一定要是改那個兩下面被 因為這樣子不是辦法 我自己本身 我睡覺是不穿衣服 所以有時候我會怕冷 我就會常常有捲被子的習慣 所以最後就變成兩條 然後還多了一條 就是跟藍波老師的女朋友一樣 老婆 老婆 對 老婆一樣 她有戀物癖 她會有一條她自己的小毛毯 對不對 就這樣就整在臉旁邊的那一種 整在臉旁邊 供她流口水的那一種 Oh my God 我最受不了的不是這一點 我最受不了的是 那一條有口水味道的毛毯 常常會跑到我的臉前面來 我常常有時候會醒你知道 是那種 醒來就是聞到那個 小毛毯上面的那個口水味道 我想要問一下現場所有的人 你在睡覺的時候 會抱著一個小毛毯的 請舉手有沒有人 類似小毛毯的 我可以幫我朋友舉手嗎 朋友 我朋友他是這樣 他需要一個小抱枕 然後那個小抱枕 他就拿著以後 他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他要去捏那個腳 就是那個腳 對 小被子腳 然後有一天我媽來了 然後就把那個 就覺得那個東西很髒很臭 對 因為只有在邊邊 就把它丟了 然後晚上回來的時候她大哭 說這個東西怎麼不見了這樣 然後我還去問我媽媽 然後去後面 我們家後面丟垃圾那邊 幫她找回來 後來它裡面那個 因為它那個是外面 抱枕不是外面有個套子 可以拆下來洗 裡面不是有一個枕心 是枕心 然後那個枕心 洗一洗得好拉 沒有被我媽媽丟掉 然後換了一個小一點的 結果它就變成那個套子很拉 然後裡面那個很小 可是他每天還是要這樣子 我以前助理也是 我們一起去大陸拍戲 然後我們兩個睡一間 我快被他逼死了 他真的 就是拿那個毛巾活生生 就一直抱 然後一直搓 一直搓… 對 聲音 然後還叫我聞 你看你聞 是不是很香 我都… 你拿去洗啊 他絕對就跟你翻臉了 我們有事就把它拿去洗 不能洗… 它就是要上映的味道 這個你就用一下 那完全像那個滷肉的滷汁 一樣不能換 對 為什麼 不是 我的那條被子 是從幼稚園用到我現在 然後我就覺得 這是我一輩子最棒的禮物 那什麼 我有時候會洗 可是應該已經虛掉了吧 對 虛掉 但我最快的就是我把 就是從我老公睡覺的時候 我就把那個被子 整個塞在他臉上 然後就驚醒 我就覺得好好玩 那個味道誰不會驚醒 不能這樣子 因為這真的是一種安全感 對啊 那乾上去 不醒來就過去了 真的 不醒來就是 怪不得他每天睡前都要打拳 不行 因為像我是 比方說我睡覺 然後我枕頭對不對 但是我… 因為我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就是 因為我不是很多那個娃娃嗎 然後我有很大隻的 然後我就要 比如說我的左邊 右邊 各一直那個娃娃包夾住 對 然後像我躺棉被 你睡覺前有星星來求歡 睡覺中間還有娃娃夾住 要…一定要 因為它夾住我之後對不對 然後像我的習慣是 我棉被一定會把我自己都包住 就旁邊都會塞進來 就不會讓我的四肢跑出去 然後重點是最重要 最棺材裡頭 對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是那個棉被有沒有 不可以蓋到脖子 因為我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棉被都要蓋 就蓋過鼻子 就要蓋到是我才有辦法睡覺 然後我男朋友有一天嚇壞 你知道嗎 因為那天我好像太累 然後就睡著之後 我眼睛好像就沒有完全閉完 就是還有一點點眼白的感覺 然後我男朋友就把我咬醒 然後我就嚇一跳 我說怎麼了 他說 我以為妳死掉了 妳可以不要把棉被這樣子 蓋到鼻子嗎 他說我以為妳窒息耶 而且有時候常常 就是我這樣睡醒之後 我突然醒來是 原因是因為我發現 我枕頭旁邊的娃娃全部都不見了 因為我男朋友全部掉到地板上 妳怎麼知道娃娃不見了 因為那個感覺有差 就空空的 沒有東西把妳夾 妳有娃娃的時候 這邊的溫度會比較低 對 就空空的 空氣不比較 而且像我要習慣摸他們那個毛 我才可以睡覺 然後我就起來摸不到 摸到枕頭部 我就覺得怎麼會這樣 我就起來看 我所有娃娃都在地板上 所有十幾隻都在地板上 妳睡覺旁邊要放十幾隻娃娃 就大大小小都會有 閉嘴 這樣聽起來好像就是女生 比較沒有安全感 妳是說她自己從床上爬下去 對 再這樣噴下去回家要解凍 真的 這兩個月禮拜不如活躍 但是我們根據國外研究統計 每20個男人就有一個 不喜歡現在睡覺的位置 而且有80%的人 從第一天跟伴侶睡覺 就已經決定在睡床上面的位置 我有個朋友就這樣 他一定要睡右邊 不管你去在家也好 出去外面旅行 住在那個飯店裡 他就是一定要睡右邊 我也是 我也是 真的嗎 我沒有辦法換位置 為什麼呢 就是這種 你覺得睡那個位置 就是這種安全感 對 而且很自然 你到飯店 可是不一定 有時候右邊不一定是靠 有時候右邊是靠窗 他也不管 他就是要睡那一邊 對 就一定要是那一邊 我也是 我跟我老公 而且剛開始的時候 我老公給我的講法是說 我後來是 因為我以前一個人睡 沒有左右的問題 然後我老公後來跟我講的方法是 因為他以前住的地方 左邊的地方是靠近門 他說男生都要睡在靠門的地方 因為發生什麼危險的事情 男生可以第一個出來 就是保護女生 先走 馬上教室人說先走 對 然後後來我才不知道 不管這個房間有幾個門 或者是門在哪裡 他永遠都是睡在那一邊 男朋友老師呢 我老婆跟我講說 他不管說左邊右邊 但是他就不睡靠門那一邊 他覺得說 第一個來講 我以前跟我說 你睡門那邊 他覺得好像 他每次睡覺起來 他就覺得 門門關起來的時候 他覺得很害怕有那種人影 到外面走 然後不管說我媽媽走過去 他自己會覺得 沒有安全感 他覺得 他不要睡門旁邊 他覺得沒有安全感 然後我想說 這樣合理啊 可是我覺得最右邊 靠窗戶那邊 隔天起床 有時候會曬 女生會怕曬 但是他可以寧可被曬喔 但是他寧可不要睡 靠門那一邊 後來我才發現 他其實不是害怕門邊 第一個他不想要去 因為我們的鬧鐘跟電話 都在靠門那一邊 然後所以變成說 他早上 鬧鐘一起來的時候 他不要去按 他不要對過你去按 他要你起來去按 今天有電話來的時候 他要你去接 他要自己去睡他的覺 例如 如果說有時候遇到那種什麼 快遞啊 或是早上有郵差 來送東西的時候 他不要爬起來 他只是不要爬 他就是一個字 懶 這個字 這個很簡單耶 對 我不管睡哪一邊 快遞來 誰來 所以但是如果你擺明 跟我講我OK 我接受 他的感覺就是說 我覺得他前面講了一個 關門堂皇的一個話 這樣好 有安全感怎麼樣 女生這樣好 而且男生要站前面 結果到最後面我發現 他就是不想起來 他不想按鬧鐘接電話 然後來開門這樣子 男生多做一點會怎麼樣 OK...這樣子我接受 但是你可以跟我講事實就好了 就是你來 管理現在也知道啦 現在知道沒辦法 沐以沉舟 我的判斷是用人體工學來判斷的 男生睡左邊會比較好 因為心臟在左邊 女生常睡覺的時候 會靠在男生的胸膛上 所以他靠在右邊 就不會壓到心臟 對 所以我才會覺得說 男左女右這樣睡是好的 我跟我女朋友 因為這樣吵架 因為他喜歡睡左邊 我們還上Facebook舉行公投 男生應該要睡左邊還右邊 就跟他姐姐出來講一句話 左青龍右白虎 男生睡左邊 對 很好笑 然後結果他屈服了 他後來就乖乖睡到右邊 可是我看他每天睡不好 我又心軟了 好吧 那我就睡到左邊 其實我女朋友 她會規定她有睡左邊 因為她的規定是關於 那個靠牆壁 因為牆壁比較冷 所以她會說 你是假的大人 你這個北極熊一定可以靠牆壁 你不怕冷喔 我說 難道台灣人不怕雨嗎 每天都下雨 我其實很怕冷 我在這裡還在發抖 覺得很冷 然後但是他還是有 他有做控制 因為他有兩個枕頭 然後一個很好 然後一個很爛 然後剛開始他會見是 他也有拿好的枕頭 而且我也要靠牆壁 我就說 這樣子好了 我說我可以 我可以靠牆壁 但是你一定要給我 哪個好的枕頭 然後 然後最後他抓地 現在我就靠牆壁 有好的枕頭 我就有好的又壞的 這樣子就可以 枕頭差幾百塊 你還要這樣子知道嗎 你不能自己跑去買一個好的枕頭嗎 就是他的架 就是他的架 所以 你可以買兩個新的枕頭拿過去 送一下 而且 他 但是你知道有時候 很多人睡覺都有些壞習慣 有沒有過人掉的壞習慣 你怎麼樣講都講不聽的 我Ben有個非常非常可怕的習慣 我覺得男生大部分的壞習慣 都是從小養成的 因為男生會比較像孩子 所以他們會有一些 小時候已經養成的習慣 戴不掉 就像他戳腳 就是因為他小時候 就已經養成了 還有一個習慣是 他算是很難入睡的人 所以他一定要用方法 讓自己睡覺 然後他不是趁我呢 就是搖自己 搖自己 他會這樣睡覺 然後這樣 就這樣子搖 就這樣子搖 我沒有騙你 好可愛喔 求VCR 我們就求畫面 歡迎來我家看 不然妳問他本人也OK 他就是要不斷的 他每天這樣子搖 不斷地搖自己 趴著他也可以搖 然後可怕的是 因為我本人很怕地震 剛開始他在搖的時候 我就這樣站起來 我就說 阿彌陀佛 又要開始地震囉 我要來地震 然後後來就說 怎麼了 他說沒有搖了 怎麼會這樣 然後又睡覺再搖一半 我說開始搖 又開始搖 余震 後來我才知道是他在搖 然後也就算了 這件事情我覺得 你搖一搖 反正我也習慣 他說這樣子搖 他比較像是小朋友在搖 他可以睡得好 然後我就想說 也習慣了 反正就要就這樣子吧 你就搖吧 你可以睡得好就好了 那白天叫他起床 我們一般叫人不是就是 真的 起來了 起來了 你不能搖他耶 你就越搖他就這樣 一直搖 一直搖 他原本已經醒來了 他又被你搖回去了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起床的時候不能搖我 我就說 那我要怎麼叫你起床 當我跟他講說 白醫生 起來了 他會生氣 他說我叫他叫得太大聲 先沒有碰他讓他知道 所以很難叫醒 這個習慣我到現在都 一直很沒有辦法客戶 那叫你叫 朋友怎麼了 我有一個朋友 現在很好叫起床 以前怎麼叫都不會起 後來發現你就跟他講 準備錄影囉 5 4 3 真的還假的 你一直彥定耶 你一直彥定 試試看 不行 他會生氣 他太大聲他會生氣 那就在他耳邊 5 4 3 我試試 我試試看 你可能要開始請他嘛 就比較 親他 可以嗎 他會起床 一定他會起床 好可憐 沒有… 那時候你就可以提早 半個小時開始親他 因為我想大概10分鐘結束吧 其實我的狀況就是不一樣 因為我的女朋友 她很愛在這邊睡覺 她每天 在這邊就馬上睡覺 我說為什麼 你很喜歡在我的胸部睡覺 她說因為肉肉的 比較很舒服 所以每一天 我跟她一起睡 她就在這邊睡 跟這種電影就是 她每天睡覺 她嘴巴打開 流口水 那我早上起床 這邊都是流口水 都是洗洗的 你們有辦法 就是跟老公跟男朋友這樣 靠整晚睡覺嗎 就是靠在他胸膛上 我以前不行耶 以前完全不行 因為我會覺得這樣躺 其實那個角度很奇怪 但有時候習慣是陽晨的 你知道嗎 如果一年多來 他每天晚上都要求 你一定要躺在那裡 這樣聽清楚了 他們在一起一年多了 這麼久了 我們都還在猜說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人了一年多了 這麼久了 習慣是可以養成的 真的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交往一兩年時間 然後你習慣每一天 都只要自己表演 好久喔 對啊 而且聽得出來 感情非常好 因為通常都只有在一起 半年會抱在一起 對啊 他說如果一兩年就會 這情投意合 半年會 對 沒有 因為我曾經試圖要跑開 因為我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我一離開之後 沒有兩分鐘 他就過來醒來 把我抓回來 就躺在那裡 好甜蜜 就是 所以那個習慣就養成之後 你又想說班傑這麼瘋狂 不是啦 好笑 米可白你怎麼睡 你怎麼睡啊 沒有 可是因為我自己是 還滿喜歡那種人家抱你的感覺 但因為我發現我老公他比較木讀 所以他剛開始在一起的時候 比較甜蜜一點 他會這樣抱你 但因為後來我們養了兩隻狗之後 就那兩隻 他就 你可抱那兩隻狗不抱你 對 而現在 就是因為他把那兩隻狗 當作自己的小孩說 每次我每次要靠過去的時候 我老公這邊已經抱了一隻狗 然後這隻狗已經躺在他胸前了 結婚這麼久都沒有聽到消息 沒有啦 因為老婆抱了 不是 老公抱了隻狗 怎麼會這樣 結果我們兩個人就一起抱這樣子啦 對 你們今天火腰味很重嗎 你們兩個今天火腰味很重 有沒有什麼壞習慣是 你老公你要他改 他改不掉的啊 因為像我老公他是本身他有潔癖 所以他就是像出去或是 出去買個東西之後 他就馬上洗好澡 可是他奇怪的是 他要是晚上 你確定他出去是買東西嗎 就買東西或是跟朋友談生意 或是買個午餐 晚餐回來 那回來就要洗澡 回來 對 回來就要洗澡 聽起來好像怪怪的 就是回來就要洗澡 妳這樣是洗澡 妳把它弄得跟滅正一樣 不是 他規定我 就是我要是帶狗去獵狗 好了 然後上來之後 他一定規定我一定要洗好澡 才可以睡午覺 可是他自己可以不用 睡午覺 對 因為我們有時候獵完狗之後 我們兩個就會一起睡午覺 你們會不會睡太多了 你們可以不要睡那麼多覺 做一點其他的事情 而且他們是真的純睡覺喔 我們就很愛睡覺吧 我的狀況是相反的 其實我女朋友很會重視這種東西 然後如果我過去她家 她就會說 連坐在她的床上都不寫 我也不寫 我要先換衣服 對 他有一個運動褲 還有一個T恤 然後我要換衣服 她就說都不能碰 如果我就進去 我就 嘿 寶寶 然後到了就坐下 就是 欸 你很髒 換衣服 我就冒冒像個小狗一樣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不知道在 在國外不會這樣對不對 在國外不會 如果我們看店啊 看衣服什麼 就躺在床上 因為我們沒有在水在那個 我們水在那個 就坐在面被上 那面被是沒有碰到身體的 不是 那你怎麼知道 你晚上翻身或什麼 那面被會碰到身體 比我們的褲子 太髒的東西很多耶 有些女生的皮膚 它真的很敏感 如果有一點髒 它就會過敏 所以就會不舒服 那你們為什麼 就不可以把衣服換掉 有這麼難嗎 你從外面來家裡 衣服就在外面 接受過髒空氣 不管你坐到哪兒 或碰到什麼 你衣服上面都是髒的 然後你回來再坐在床上 這根本就是不對的事情啊 你想太多了 沒有 真的 要不然以後床單你們換嘛 妳一定 妳是住在實驗室裡面嗎 進去還要洗腳 然後換上實驗室的衣服 但是男生有很多壞習慣 是我們女生接受不了 是 比如說 女生也會好 女生也會好不好 對啊 女朋友會嗎 還會打人耶 女朋友會打人嗎 沒有啦 他就是 有時候翻身的時候 可能會打到我 對 因為我男朋友他就是 剛剛說磨牙 這是我覺得還好 因為其實我也是 第一次碰到會磨牙 我一開始有點嚇到 可是其實你每天聽久 就有習慣之後 就不會覺得奇怪 然後說夢話我也覺得還好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他說什麼 有時候他可能太累 睡睡他就 也不知道在講什麼 就會覺得好像還滿可愛 而且也不影響到我 但是我真的覺得打呼這個東西 是你沒有辦法去阻止他的 他是已經可以呼到 他不是那種 不是喔 他是那種 就是如果有時候喝酒 他是你知道 可以把屋頂掀掉的那種打呼聲 然後你又加上說 不是就躺得很近嗎 那個呼聲就一直在你耳朵旁邊 這樣一直這樣打一直這樣 打到後面我就想說 那我搖他 或者是把他翻身 看他會不會有改變 他就是這樣 然後翻一個聲就這樣 聲音的痛變不一樣 本來高音變低音 就很像 然後他就是沒有辦法停 你知道嗎 你好厲害 你學得好像耶 對啊 因為這就是打呼的聲音耶 對啊 而且有的時候 因為你被他吵醒了嘛 你就一直在聽他的呼聲 然後有時候 他有時候呼這樣 這個都還不可怕 你知道嗎 他最好怕他過去了 過去是 沒有 過去是我要跟妳講 呼聲最可怕 不是剛剛以上兩種 是那種會這樣 YES 想說 YES這樣 YES了嗎 還是YES了 還有一種是你已經覺得他沒有 就是 然後來那種 對 那種就是他要當作 他跟唱歌一樣 對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狀況 就是打呼然後被對方一直說 你不要在打呼的 有的情取圈沒有的情取差 可是這個真的沒有辦法改 男生就是打呼吧 對啊 他沒有辦法控制 你們都沒有打呼吧 只有阿龍跟藍波老師會 打呼一定會 男生多少都會 那你其他列位都不會啊 都不會啊 但是恐怖的 會 打呼是會啦 你說被嫌喔 沒有 沒有被嫌 會 肚力沒有嗎 你肺活量那麼大 然後我都沒有打呼吧 至少沒有人跟我講過 我女婆還跟我講說 我喝醉的時候 回來那個呼聲如果沒有 他睡不著 但肚力不一樣 因為你每天都要換人 所以不會有人告訴你 沒有 你跟我誤會 那是Mondo的事情好嗎 沒有 不要吹到我身上好不好 打呼 我以前就交過女朋友 他是打呼 他就覺得男生會打呼 我想說晚上沒有打呼 結果後來我也是半夜 我就很特別聽 我聽到打呼聲的 他自己打呼 然後他打呼 他還生氣起來 被自己的呼聲嚇醒 對… 因為之前你都一直覺得很愧疚他 他一直覺得說他沒有睡好 搞定打呼 那有一天你就自然很潛眠 你就自己在那邊 一有這個氣息你就開始醒來 你就發現有人在打呼 打呼聲他起來尖叫 你幹嘛打呼 你會覺得他切失敵意耶 對 我也碰過這種狀況 我有一個女朋友 因為我都是比較晚睡 她馬上睡 然後一睡 她就開始打呼 然後想說很煩 沒關係 然後就翻來翻去 終於開始睡著了 就是那個時刻 那個時刻就開始 但是他太大聲 然後自己把自己叫醒了 嚇醒 然後就打我 你怎麼那麼吵 我還想說 明明就是你 我已經替你打呼了半小時耶 你不拍北打耶 你知道嗎 沒有 我有一次睡覺的時候 我有一次 所以我們兩個都在睡覺 然後我突然這樣 就聽到這樣 然後我就醒過來這樣 我想要罵人 真的會這樣 好恐怖喔 我跟你說 因為真的太累了 太累了 然後自己被自己的呼聲嚇到 你其實是淺眠的 對 就是我之前韓國的女朋友 她長得很漂亮 然後就她是 她會習慣抹牙槓的打呼 然後她的打呼很恐怖 她是打呼一個節奏 然後 對喔 突然 突然停 然後就是一個節奏在 突然停 她們有沒有撕掉 有沒有 有啊 有啊 始終有 然後加上她的摩牙 超級大聲 應該你們真的沒聽過 我就是第一次聽到她們 超大聲 摩牙真的很可怕 很恐怖對不對 而且摩牙會有點像 鬼片裡面那個門 給管起來 對 那個聲音 你知道壁虎叫的聲音就這樣 對 對 然後剛開始 她在磨的初期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這個聲音 因為她開始要磨了 然後我就覺得 台北市高樓大廈 哪裡來的壁虎啊 然後我就一直在床下找 我想說完了有壁虎 要來怎麼辦 旁邊一個睡死了 我就一直在找那個壁虎的聲音 後來就知道是 百吉聖嘴巴裡面發出來的 那有的時候真的會出來 那種很大聲 像關門那個聲音 其實整邊人會被嚇到 因為有的時候 我們自己很喜歡看鬼片 然後她已經睡熟了 妳還沒有睡熟 她不時的來一下 當妳快要睡著的時候 聽到那個聲音 真的會起來的 那你們有沒有碰過 比打呼 比摩牙更恐怖的 有 夢遊啦 夢遊 我覺得講夢話都還好 像我因為 你稍等 請到外面來做一下 沒有 夢遊我覺得 因為你看像夢話 我常常我會講日文 講中文 然後講台語 而且我是講得很清楚的那一種 所以我女朋友已經習慣了 可是我女朋友最受不了 是我夢遊 我會突然整個床上彈起來 然後說 那個穿紅衣服的女人 你不要走 Oh my God 這是什麼台詞嗎 還是什麼 不是 因為 可能很多人怕靈異現象 但是我不怕 我如果看到我會很興奮 我剛好在夢裡面 夢到我遇到的靈異現象 所以 那個紅色衣服的女生要走 我不要讓她走 我想看到她的正面 所以我就突然彈起來 講完以後 我又把被子蓋起來 又碎了 然後這是我完全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有做這個夢 這個算夢有嗎 這個算講夢話吧 對 沒有 還有另外一隻 比較更離奇的就是 我夢到 我怕蛇 我夢到一條蛇 然後剛好在我的床上 我是整個人站起來 然後把被子捲起來 像捲壽司一樣 那樣捲起來 然後一直猛打 然後一直打... 打到那個被子 變成圓的壽司變扁的壽司 然後我再把它攤開 看到沒有蛇 然後我繼續睡覺 然後這是我完全沒有記憶的 然後我女朋友就是在旁邊 這樣一直看我表演 表演官 女朋友被捲成一捲嘛 沒有 然後鼻青臉腫嘛 我覺得你應該坐回來才對 我是有一陣子一次會夢遊 然後有一次 一次就是很嚴重 因為之前我是水在那個 兩個床都上下的那種 然後因為父母知道我會夢遊 所以我後面是要水到 那個最底下的 那有一次就是晚上 我爸爸有聽到就是 半夜可能是兩三點早上 又停到我們的大門 就是砰 就是很大聲這樣子 然後那個... 他出去外面 然後就是因為是有人要投車子 或是什麼 哪一個很大的那個島都出去 然後我根本就是走到外面去的 然後我在睡覺 然後他叫醒我的時候 然後我就嚇到 然後不知道我在哪裡 人家說夢遊的時候 是不能把他叫醒 對... 可能要把他慢慢引導回去 那如果... 那請問如果夢到打籃球 然後幫你叫醒會怎麼樣 這個...對 我那時候夢到打籃球 因為你知道 Michael Jordan都是我們心目中的 神 神 你如果能夠夢到 跟他一起打籃球 是無比興奮的事情 你夢到跟他一起打籃球 他就是夢到就做夢 對 做夢 真的跟他打籃球 那我就夢到我過他 我居然過他了 過他籃框就在前面 我馬上就要起跳了 你知道那種興奮感 就是一定要蹦上去就對了 然後我就... 一腳 然後你會在地上 有耶 好痛耶 你還好沒有拿起那個籃球 然後灌籃 不是 對 就是差不多起那個份 你知道嗎 就是要很用力跳那種 然後一轉身一踢 然後他就在地上 很慶幸那天他是背對我 不是正對我 我有一天也是被男友踹一腳 然後架了一個拐子 而且他那個不輕 生的人會 就睡在一半 然後整個這樣以一個位子那種 然後我就很生氣我就起來 我就馬上把他叫醒 沒有 而且他是練舞之人 因為白天講不過你 沒有… 然後我就把他叫醒 我想說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他剛剛做了一個夢 他說夢裡面夢到我 跟一個男生在廁所一直親嘴 然後他剛好上廁所看到 他就很生氣 然後他要打那個男的 所以他在夢裡面 就一直打那個男的 我說那你打我幹嘛 他說沒有可能 我反射動作就打到你 就很隨便打醒 而且你知道他力氣 是不得了的 他會不會一轉身睡覺 就是這樣 好笑 對 因為平常白天都是 你知道 醒著都是被我打 我是很愛作夢 然後又很愛說夢話 然後又很愛打呼 我幾乎全部都有 所以我覺得我老公非常的渴 難怪老公睡前要先打拳 不是 自己先練好身體對不對 但是我記得我之前 因為我很容易入眠 我是跟小甜甜就是同房 然後因為拍戲的關係 然後我就跟小甜甜說 我跟你講 我睡覺的時候會說夢話 然後我還會傻笑 那你自己要注意喔 不要太害怕 然後我講完大概三秒之後 我就當 我就 不要… 然後小甜甜就嚇醒了 然後我從頭到尾 我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夢 後來隔天之後 因為甜甜是很淺眠的人 結果他就隔天跟劇組說要換房間 可是因為我老公他最可憐 因為我以前他 他以前不知道我會做夢 所以我以前有時候說夢話的時候 我老公會突然站起來跟我聊天 因為他就以為我有什麼事情 後來他就是看一看我 現在都自己 直接睡覺也不理我了 因為我就是一直 我睡覺就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不懂為什麼 Mark 我之前就是以前的女朋友 也是會講夢話 那我一開始不知道 他第一次去我家過夜的時候 就… 我們就很開心 很甜蜜 然後睡到一半就是 我就聽到有人在講話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嚇到 可是呢 他隔天跟他說 他就完全不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我找了一天 我就錄音給他聽 那天他就很緊張 想知道他到底講了什麼 他好像怕就是說 講了跟他前男友的事情 什麼有關係的東西 可是… 不要… 不要… 對… 對… 可是問題是說 他說夢話的時候就會… 就是… 西班牙語英文跟中文都混在一起 所以玩那個 對… 就令你做了一個前女兒這麼棒 好不好 對… 其實我在懷疑 我最近有沒有做什麼盟友 還是之類的 因為我最近每天早上發現 我們家裡面所有的零食都被吃掉 那不是夢 有一個是你單純的肚子餓而已吧 對啊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我睡覺的時候 我餓到不行 就突然醒來 然後把所有的巧克力吃掉 真的 那很奇怪耶 我有個朋友 對… 每次喝醉 回家睡覺 隔天早上起來都不一樣 他有一次喝醉完回來 然後早上起來睡醒之後 他桌上全都是泡麵 最起碼有五碗 都泡好的 然後都 麵都吃光 湯都還在 天啊 好香喔 不會都是他吃的了吧 是 因為沒有人 也吃太多了 好恐怖 怎麼會這樣 很恐怖不知道 你朋友會不會 還是他有請好朋友來吃 我就不去到囉 是有那個 早上起來看到說 比如說有打開的飲料罐啊 什麼那些是真的有的 但有一種啊 就是 我想睡了 但你還不想睡 但是硬抓著你一起去睡的 睡覺習慣除了時間之外 還有有些人 像男生 我們男生是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睡著 但是我們有時候很難睡 但是我們有一個反應是一樣 遇到什麼聲音或什麼時候 我們醒來就心很快 對 可是醒來 這一瞬間醒來的時候 你很難睡 像我老婆是屬於那種 累了他就睡著了 然後起來 然後他很容易入睡 所以每一天有時候 像以前我常常跟他講說 叫他晚上不要多喝水 他就不聽 他喜歡喝水 喝水完之後 他半夜起來會上廁所 他經過 他我又睡比較靠近門的地方 他經過你就會發現 發生什麼事 你就會醒來一下 看到他是他出去上這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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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起來 這過程中可能會兩三次 然後半夜這樣子 然後早上 其實他很特別 因為有時候他起來 因為你知道小朋友 我沒有人家小朋友要上學 他都會很早起來 幫他做便當 然後你知道 因為我的房間 我的房間門口 出來就是廚房 廚房 但是不同面向 可是你就會發現 五點多 剛差不多兩三點 已經有人從你旁邊經過 你才剛起來 然後又睡下去 五點多有人在 在切菜 你會發現有這個聲音 我覺得很難睡 然後因為我老婆 基本上廚藝很差 他會弄很久 所以他五點多開始弄到七點 七點完之後 我起來的時候 好 我起來去外面送小孩 我起來的時候 他弄好之後 小孩之後弄好 叫起來了 我送小孩送完之後 我一到回到家 他已經睡著了 所以變成 我們兩個睡眠習慣完全不一樣 變成導致變成很難睡 他很好睡 我很不好睡 所以他稍微有點風吹草動 對不起 我那天就不用怎麼睡 加上我又要早起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 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 真的睡眠習慣很重要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她是台灣人 然後她是戲學鬼 她就是都是只有晚上活動那種的 但是就是大家也知道 那個如果一拍戲的時候 大家很辛苦 有可能是三點多起床 那就是六點幾何之類的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我想好好休息 好好睡 那就是拍完戲 大概就下午晚上六七點回到家 希望早上我想九點多睡 但是那個時候 他就開始他的活動的時間 但是也不難 就是因為我的工作 就是不想影響到他 但是就是我希望是互相的 互相的 所以我跟他講說 老伯可不可以在用RINE玩遊戲的時候 可不可以離我遠一點點 或許就是說我要睡覺的時候 可不可以不用吵我 他就跟我說 你看 什麼 那是事實啊 你們都是大男人 什麼 我已經很配合耶 我已經很配合說 可不可以 問題是我沒有就是 那個我的口氣是不是命令的 說可不可以 你很知識耶 什麼 也很小 對啊 有一點知識 什麼 我 對 大男人 說我 我的天啊 偷聽 oh no it's you 這樣很自私嗎 大男人 其實你 拜託你不要掺雜英文好了 OK I'm studying English now I'm studying English very well 你跟誰學的 少俠 你跟一個德國人 他找那個德國人學英文 為什麼不找杜力呢 但是有沒有人是半夜都不睡覺 一直看電視劇 然後讓你睡不著 有 有 很煩很煩 追劇的那個女生會這樣 對 追劇 然後他只追韓劇 如果他只追韓劇 然後所以就是 什麼韓劇一上檔他都知道 我已經被他追到那一種 因為 有時候我要工作 因為拍戲在山上 我大概六點就要起床 七點我就要開到山頂 所以我都會很早睡 他追劇追到的狀況 嚴重到你知道嗎 我早上醒來 第一個瞬間 對 然後有一天我終於受不了了 我回家跟他講說 今天晚上你不准再看韓劇了 因為 我都快要會說韓文了 我都已經被那個聲音 催眠到要會說韓文 也不錯啊 曾經你謀想技能啊 多一樣國語 多一樣語言也好啊 早上起床先跟他說 你好 這樣 我真的覺得韓劇還好 韓劇真的還好 男生很喜歡看球賽 尤其是開始打球的時候 球季季後賽的時候 男生很喜歡看球賽 尤其是球季開始打的時候 很可怕 他們的時間都是一定是 在你一定睡覺的時候 剛好相反嘛 對 然後Ben就很喜歡看 那你說看韓劇 我們的聲音就頂多是 我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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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而已 就是配上一些很浪漫的音樂 可是球賽就是那種 對 你說那個睡覺怎麼睡 但是這個聲音很難控制 這個我可以了解 因為那個球賽的時候 如果很小聲 不行 他們打球的時候都聽 沒有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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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完全沒有聲音 對 完全沒有聲音 對 但是如果你把它 開大道 至少你聽到那個 駁斥的人在講什麼話 對 那突然他們就開始尖叫 就突然就很大聲 你沒辦法馬上 你要空氣開始 真的 真的 那個很難抓耶 所以你說男生在看的時候 會不會影響到另外一半 會 會 對不對 那後來老婆就只好追劇來影響你們 這是一個惡性的學問 對 你們剛剛都在講看劇對不對 但你們怎麼都沒有講到那個 助眠音樂 你知道那種助眠音樂就是 像Spa那種對不對 不是 什麼鬼Spa 它是一張專輯 然後它有跟你歡情境 比如說在什麼小溪流 在森林 森林裡面 在什麼礦野 在草地 就是Spa做的 因為你一開始就要睡的時候 它就要聽 比如說一開始有溪流 然後我就 大概五分鐘過後 鷹耳都聽這個 因為它會循環你知道嗎 然後突然就 刮刮 你鷹人都聽這個 青蛙來了 大自然 然後到後面你知道 你熟睡到半夜 突然會有那種什麼動物 什麼 你怎麼會被嚇醒 聽你這樣講 感覺你家住在桑拿旁邊 你開始聽到流水聲 我跟你講 他有一次你真的就習慣 要聽這種東西 我真的才很昏倒 而且 今天我不好睡 你知道如果你一開始 沒有聽這個習慣 因為我是為了小朋友才去買 一開始我們都沒有聽過的人 你在夢裡裡面 青蛙會出來 你會 偶爾夢夢就聽到 然後青蛙就跳到你的夢裡了 很可怕 我記得以前我前女友就是 她喜歡 習慣看電視 看到睡著 可是我就喜歡 就是很安靜 很暗 你知道嗎 會睡著 可是一開始 我就試著把 就是開著電視睡覺 反而變成是我睡不著 反而我就會 就是那個 會失眠到半夜三 四點 可是我覺得 看到他睡得很熟 我就會很特別生氣 這樣我覺得很過分 對啊 就自己睡不好 看別人睡到 已經不要這樣哪裡去了 真的 那我們來講一下說 講一下各個國家 睡覺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特殊習慣 或者是禁忌 有嗎 因為像我從小 就是在馬來西亞 然後那時候 因為以前就是比較多年前 然後我們又是住比較鄉下 馬來西亞比較鄉下的地方 然後那時候家裡 是完全沒有冷氣這種東西的 可是呢 馬來西亞一年四季都是夏天 然後我現在長大想起來 才覺得其實還滿有趣的 因為像我們以前在馬來西亞 住就是一個很空曠的房間 然後可能就會擠一家人 比如說四五個 就會大家一起睡在地板上 然後那時候只有風扇 但是又很熱的情況下 我就會發現 因為我爸爸跟媽媽都會放一個 那個范爾夾 你知道有那個范爾夾 就是可以打開那種翻頁 然後外面是硬殼的嗎 對 他們就會把它放一個L型 然後放在電風扇前面 然後他們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風吹出來會 會洗開 就整個房間的人 都吹到電風扇 因為那邊的電風扇 不是頭會轉的那一種 你知道嗎 它只能對著單一方向吹 所以他媽媽以前會這樣子 他放一個L型的 那個公文范爾夾之後 風打過去它就會散開 就會廣角你知道嗎 我媽以前還會說 風不要對著人吹 然後就對著牆壁說 我說你對牆壁吹在幹嘛 他說風會打到牆壁再打回來 彈回來 對 然後你打到哪裡去啊 然後如果還是很熱怎麼辦 就像我們的那個床頭旁邊 都會有那個 以前洗頭髮阿姨不是有一個水瓶 然後噴水嗎 他會放一瓶那個噴水 然後如果你真的熱到不行 就是吹風你還是流汗 你就拿那個水這樣噴著去 把它當物化氣息 真的會超涼吧 你知道我之前去某 以前不知道哪裡住 好像是鄉下還是哪裡 就是真的有人拿一個板凳 然後跟一個 我們以前吃剉冰的時候 不是有四角形那種大的冰塊 他就拿一個水盆 然後放在電風扇前面 吹 然後吹 可是那是有效果的 有效果 對 真的滿滿舒服的啊 日本關於睡覺的 它只有一個 我知道啦 只有一個習慣就是 新年的時候 你睡覺第一個夢 就代表你今年的運好不好 對 是的 對 對 那你都夢到什麼 我夢到很多夢 夢到波多也結一啦 喂 一定 喂 因為我有很多夢 怎麼樣 那請問夢很多的這位先生 在九州睡覺有什麼禁忌嗎 其實日本就是沒有那麼的治療 我說現代人 但是之前小時候 如果我睡在我的頭的方向是 北部會被罵 因為頭就睡覺嘛 東部 北部 西部 東部 南部有沒有 然後頭在北部的話 就北的方向的話 可是你不是睡什麼樣 是看你床頭敗那裡 沒有…就是老人家都知道 就是比如說 在我家裡睡覺有沒有 外公說 你這個是北枕 就是不然你的頭是北部 為什麼呢 因為日本就是習慣 死掉的人 頭的方向是北的 所以就比較運氣不好的意思 對 原來是這樣 加拿大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叫做 不夢玩 也有這個 對 有 我們韓劇也有 有 對啊 我去加拿大買好幾個 這是加拿大跟美國的原住民的 算是一種藝術品 但是 可是杜立說 那是他們美國的東西耶 對 加拿大 那是你們搶過來的 那個本來就是美國的 美國原住民 加拿大的 因為我有看 Wikipedia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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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jibwe這個部落 其實也是我的部落 我是八分之一 加拿大原住民 然後是我們發明 Dream Catch這個東西 然後 父母遇到他們的小孩子之後 睡不好 他們會把這個東西 掛在床上的那個牆壁上面 沒有 他的意義就是 他會抓住 惡夢裡面的那個 那個惡魔 我發現還滿多的台灣人 很喜歡去一個 公公的地方睡覺 就是說 在星巴克 麥當勞 麥當勞 還有IKEA 對 IKEA IKEA可以睡覺 IKEA可以嗎 可以 可以 有 在IKEA吃東西吃到睡覺 專門賣床 他有專門賣床的嗎 他是讓你試躺而已 沙發有人 很多人睡在那邊睡覺 有些人躺得好像太舒服 就真的睡著 都在上面睡覺 真的… 但是在美國這些地方 都不能睡 我們都去哪裡睡 在家裡 當然是在家裡 因為台灣的學生很可憐 他們讀書很累 都要讀書 讀一下就可能要稍微密一下下 難道你們在美國圖書館 他如果真的太累 還不能稍微休息一下嗎 不行 我大學的時候 我們會偶爾去圖書館對不對 我們在圖書館然後發現 真的有一個壓座人 只有壓座人會敢這樣子 我覺得 我在我的腦海裡面就是這樣子 只有壓座人敢這樣子 在圖書館看書看到累 就開始這樣子然後睡一下 為什麼不能睡覺 在圖書館 沒有 有什麼關係 沒有 我懂他講的 沒有 因為圖書館 你如果真的讀書累 你就回去睡覺 不要撐在這裡 這個位置是留給下一個要用的人 對 而且…我看到那時候 就是那個壓座男生 然後看書看到一類 然後都突然 睡一下 馬上有官員過來 就說不好意思 你這邊不能睡 他會來自止你 對…然後馬上來 這邊不能睡 如果你要睡 你要趕快回家這樣子 沒有 是台灣人菜三樑 如果是在國外 你真的是在那種地方睡著 你會被整死了 真的嗎 你醒來的時候 這個臉可能被挖那個馬克筆 其實還會被綁在一起 對啊 或者是東西被偷走了 所以我們就是覺得 最好不要在公共的地方 哪一種的地方睡 比較危險 這樣子會讓別人 你旁邊的人也不好 真的 真的不要 像我們有時候去各國 譬如說演出 像我前陣子 去那個韓國大概 大概一個月工作 然後以前去韓國 完全不知道睡覺前 他就跟我說 你睡覺前 那個導遊跟你講說 或者是工作人員說 你睡覺前的時候 你在你的床邊要放一盆水 我說幹嘛放一盆水 我不懂 太乾的 對 隔天起床的時候 鼻孔爆裂 流血 流血裂掉 嘴唇裂掉 因為你知道他們 韓式的那個房間裡面 他們有地熱 那他們鼓叫叫坑 他們以前 最早以前是在床下會燒柴 然後現在衍生掉出的地熱管 叫坑 對 坑 對 坑這樣子 然後你就睡在上面的時候 其實像我們 濕度比較高 像台灣這樣子 基本上不怕 就是習慣那個潮濕的感覺 可是他那裡是 整個晚上在蒸 你知道嗎 你早上起來 你會發現 你的臉是這樣 然後都不敢親手 一動我 嘴唇裂開怎麼樣 所以後來其實 你後來去韓國的時候 你記得你睡那樣的床 有地熱的床 或幹嘛的時候 你一定要放一盆水 或者是絲毛巾有沒有 其實不只啦 不管是在韓國 只要到冬天我都要瘋掉 早上一起來 一定是鼻血一直流 我流到就是 有一次止不住 真的 流了20分鐘都快血崩了 還送到醫院 因為已經一直流到鼻膜太乾 所以後來就像你講的 睡覺前旁邊都一定要放一杯水 對 然後或者是一個絲毛巾 把它用全絲 折好放在你的枕頭旁邊 不過有心理學家認為呢 從情侶睡覺的姿勢 可以看得出來潛意識 他們兩個的真實關係是怎麼樣 現在我們就讓來賓 跟另外一半的親密程度 看是怎麼樣 我們馬上再看看 好 這是八種睡姿跟性滿意度 大揭秘 來 我們請所有的特別來賓 你們選一種姿勢 是你們睡覺最喜歡或是最OK 最滿意的姿勢 寫下來 是 那雨柔要不要先來 乾脆就來示範 什麼 你可以選一位啊 來嘛 對啊 你選一個人跟你一起 其他都沒空只有杜莉有空 真的嗎 我滿有空的 好心理 來 你哪一種姿勢 我應該就是那個 左下角那個 左下角是這個嗎 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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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一個 這個 我的天啊 真的有嗎 快點 來 杜莉 杜莉會搜尋光別記回家裡喔 你說杜莉的男朋友會看一下 對 那不是在現場我們就夢多嗎 對 我的天啊 杜莉 這樣應該男生也很舒服 馬上就睡覺 對 現在換杜莉 你的 你的姿勢是什麼 你的是哪一個 你喜歡的是哪一個 你選的 我選的是 你可能要看另外一邊 這個 第二 他選的是懸崖兩邊 兩端 這吵架才會這樣爬 對 我選的就是這個 那我們就先揭曉說 剛剛宇柔選的搖籃睡姿 等一下 我們看一下行男們 有跟她一樣的嗎 請亮白 請亮白 你也是耶 你也是耶 凱傑也是 沒有了嗎 貝丹妮也是 剛剛宇柔的嘛 搖籃睡姿 包括宇柔還有 凱傑跟貝丹妮 來 我們來看 1 2 3 心滿意度60% 60而已 比我想像中低耶 對啊 剛好及格耶 女人將頭靠在男人身上 代表很依賴 很需要對方 男人是大男人主義 自我意識比較強 在床上喜歡主導 好準喔 氣球強烈 好大啊對不對 妮可白 我是那個超人型 妳是超人型 那 妳是這樣怕誰 妳這樣怕誰 妳這樣怕誰 妳幹嘛 我真的就是這樣啊 然後我老公也是跟我這個姿勢一樣 我們兩個腳會對角 這怕睡啊 對啊 怕睡 來 妮可白是超人睡姿 我們來看一下 1 2 3 15% 好準喔 好準 高估了… 沒有 只有15%嘛 15% 跟妳的現實生活也差不多啊 不會啊 我還滿意的啊 這個的解釋是說呢 她是床上的王 侵占愛人的睡姿空間 而不在乎 想怎麼樣就怎麼樣 另外一半只好委屈求全 在床上任由對方 於取與求 好可憐 先生好可憐 真的 小燕哥你還沒選 你是男人 對啊 蛤 幹嘛這根室外 我剛剛有聊 我前五分鐘是這樣 後面就這個 後面有一點熱了以後就 懸崖兩邊 就這樣了 我跟你講這個恐怖囉 因為我們都是這一個 還有誰 有啊 阿龍啊 阿龍嘛 對啊 還有劉志翰也是啊 杜立 杜立也是 我也是 杜立 1 2 3 5% 5% 5% 對 我突然覺得60好高喔 真的 60開班了 怎麼會這樣子 我突然覺得米可白好高喔 對 我的食物也滿高的啊 食物真的很高 來 我們聽一下這個是 雙人床間隔著一片海感 靜靜變質 就算頭床也沒有辦法感到依靠 典型的分手前 照星生我蕩到谷地沒笑 我 老婆是這樣的 我是選 好不好 剛剛那個是 那個六月選的 不是不是 因為我們現在帶小孩 對不對 小胖睡中間 來來看蜜月擁抱 我選這個 我選蜜月擁抱怎麼樣 有嗎 有蜜月擁抱 來來看一下蜜月擁抱是多少 你看 95% 蜜月期會出現的睡姿 代表雙方都很依賴彼此 兩個人都是浪漫主義 一分一秒都不能被分開 每天都是剛才練習 是不是你選的 是 來 我們來看湯匙的姿勢 一是什麼 這個好像很多人選 來 性滿意度是 真的嗎 是 這期後的寒意是因為 男人願意給愛的承諾 讓女人有安全感 雙方面對性生活的 都非常熱愛 擁有信任的信賴關係 這麼厲害 來 湯匙 夢多浪費了一個名 真的 所以這二是什麼呢 性滿意度是 第二 都是湯匙怎麼差這麼多 這個只有百分之二十 轉這邊跟轉那邊 男生抱女生 女生抱男生不一樣 有寒意的 我們 因為我們現場是 徐小可選這個了 我選二 但是我真的覺得 湯匙一跟二非常準 真的嗎 你知道如果我現在 滿意程度很高 絕對是一 但如果我不太滿意的時候 就是二 我們兩個就會睡成二 好 那二是代表什麼呢 二代表 女人抓著男人不放 那男人覺得有點窒息 需要空間 顯示兩個人可能感情生變 興趣不少 所以現在都睡成湯匙一 沒有二 以上六種 都不是你的睡姿嗎 趕快來看看 是不是下面這兩種吧 如果你是禪式睡姿 代表你的另一半 性格獨立 早就把姓 置之度外了 而如果你的睡姿 是整邊情嗎 代表你的另一半 感情穩定 又如家人 是很令人滿意的關係喔 我跟你講這個 做個參考而已嘛 對不對 人家都生第三胎了 是不是 真的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二分之一場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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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